在今年过年前淡水天原宫后山庙方所种植的三色因盛开 吸引许多人潮涌入 整个天原宫附近都大塞车 里长也呼吁来到天原宫赏话民众 希望可以先查一下接驳车的时间以及地点 尽量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到淡水捷运站或是轻轨站 避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 今年过年前淡水天原宫后山庙方所种植的三色因盛开 满满的粉色樱花相当浪漫 但是却造成在过年期间许多游客涌入 整个天原宫附近大塞车就为了赏花 因此引发在地居民的抱怨 里长表示当时好天气却造成北新路大塞车 天原宫附近的车流都动弹不得 就连住在天原宫附近的居民 要搭公车回家都得要等好久 所以因为这次休假就九天 九天就是这个连续假期 所以游客众多都来看天原宫的那个三色因 然后之前是三月份才会塞车 现在过年就开始塞了 我们这边停车场就是因为停车的停车场很少 希望我们有关单位能够开放他们 那个如果有地可以设为停车场这样子 里长表示上周连续好几天的好天气 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赏花 但是以往天原宫花季都有进行交通管制 但是却挡不住大量的车潮涌路 虽然有许多的停车场却都不服使用 然后就是请游客要来赏花 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 不要每个人都开车 这样会塞爆 就三月份一 接下来就是集野营 然后大家如果要来看赏花 要来看集野营 希望也都乘坐这个轻轨 然后有接驳车这样 这样比较不会塞车 里长说现在每年的水源里 都得要面临到两次的大塞车 一次是过年期间的三色营 另外还有三月的集野营 而且出路都相当困难 平日只要是好天气 就会遇上塞车 更不用说假日 里长也呼吁来到天原宫 赏花的民众 希望可以先查一下 接驳车的时间与地点 尽量搭乘接驳车到淡雪捷运站 或者是现在的轻轨站 避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 记者许端一 代学车谎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